大家好,我是Stan 被指控在对内排挤现状的APRI成员 伊娜恩 金切文已经说了言言了 在白云正义爆发后 首次聚在一起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根据媒体表示 伊娜恩等四位成员目前都在接受精神科治疗 承受着极大的心理痛苦 成员们对记者表示 我们的时间是从2月28号就停止了 我们不是加害者,是受害者 根本就没有做错事,就被当成是罪人 其中伊娜恩更是流着泪表示 现在真的是走到了尽头一样 以下是记者与成员们的疑问已答 为什么这么久保持沉默了呢? 是公司让我们什么都不要做 因为我们什么错误都没有做 所以以为时间会解决一切 但是过了四个月才知道 IDOL是很难被理解的职业 为了保护APRI 也为了曾经是成员的伊娜纠 有很多话都没能说出来 决定接受采访的理由是 因为公司的官方立场 跟成员们单独的立场文 让误会变得更深 而看到线纠 只要承认错误努力悔改的话 就会原谅的发文后 实在是太生气 我们对以羊纠什么错误都没有做 APRI这七年来 都保持着清净哀赌的风格不是吗? 虽然有不想公开的部分 但是大家一直要求证据 所以现在想要公开全部 然后记者问了 一开始引起争议的 成员们在宿舍偷羊纠的鞋 在奶奶送羊纠的保安杯 放穿过奖的事情 成员们回答 公司有送每人两双同样的鞋子 也不是贵的东西 没有理由要偷 因为成人四个人的尺码都是230 有时候会穿错别人的鞋 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是 谁穿错了 而不是谁偷走了 然后那个保安杯也没有贴上名字 平常也没有看过以羊纠使用过 更没有说过是奶奶送的保安杯 当天因为他看到我们在使用就发了脾气 我们有当场道歉 回宿舍后就洗干净了 以羊纠主张 因为成员们的集体霸凌而试图 我们成员们都很怕羊纠 怎么可能X他呢?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羊纠有想不开 因为不知道所以也没有道歉 一般常识下 同队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想不开的话 会有人假装看不到吗? 我们是在事发后才知道的 而且我们在宿舍有一直鼓励羊纠 也有给他准备生日派对的影片 不是因为节目拍摄 而是我们准备的惊喜派对 羊纠当时真的很幸福 如果真的有拍几的话 不会有这种影片的 然后也公开了羊纠跟成员们一起拍的大头照 表示当时五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接着成员们也对记者说了 前几天在前往立场文出现的 羊纠没有参加彩拍以及紫菜爆饭事件 都是羊纠的错 记者接着问 你们觉得为什么会发生了这种事呢? 四春期期间与父母分居 是进行宿舍生活的爱斗们的苦衷吧 当时我们都是十四十五岁 彼此之间关系不是说都很好 因为不是每个成员都想要亲戒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亲戒 这是很大的罪吗? 所有女团应该都这样 罪内确实有嫉妒存在 一句话可能就会伤到对方 但是还是要彼此努力的坚持 所有爱斗前辈们以及练习生们 都应该会理解我们的 现在因为一天久一个人弄垮了Aプリ 不知道本人是因为什么事情那么痛苦 但是希望不要把责任推到成员们身上了 以后的计划是 成员们都不希望 因为一个人扭曲的主张 让团队扣上XXXXX的雾名 就这样不名誉的消失 成员们中也有因为Hunju的不认真跟谎话 而遭到生不如死的痛苦 之后我们会尽全力的 向大众们解释所有事情 虽然Hunju的弟弟跟同学 都被警方判了无嫌疑 但是这不代表了那些内容就是事实 我们会以散播虚假事实 名誉毁损罪再次要求调查的 对于Aプリ的采访 虽然也有网友们表示 也能理解他们了 可能Hungi平常就是很过敏容易发脾气的性格 所以彼此才合不来 为什么只相信Hungi的话呢 可能就是第二个Tiara事件呢 真搞不懂为什么只指责一方 但是大部分的网友们都表示 其他就不知道了 但是一点都不像是你们害怕Hungi 看影片绝对看不出来你们会怕他 是公司的人都出来留言了吗 怎么一有什么就提到Tiara呢 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啊 他们怎么每次发表立场完内容都不一样呢 所以到底是关系好还是害怕 直接承认道歉吧 为什么一直改口就是要做成Hungi的错呢 还在那里多数人欺负一个人 很多人在Hungi这一边 可能就是因为成员们以及公司的解释文 关于Apple的成员们的采访内容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睫毛非常长的女爱豆 这位女爱豆就是 到底有多长呢 可以放上10个笔心 跳舞的时候头发常常会被睫毛勾住 成员们表示 对中唯一不贴睫毛的人 真的好长 所以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 睫毛这么长了呢 小时候开始 小学生心比 中学生心比 大家知道吗 其实我的睫毛也很长 看到吗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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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